生活里面 罪负之事一介入食 造我业的罪报 造善业的佛报 就像如银住行一样 不会离开你的 紧紧地在 规避 佛底下劝勉我们 我作乎以 自读我道 对这个事情 绝对不能疑惑 狐在此地也是个比喻 这些动物里面 狐狸疑心很重 所以我们世间人 常常用它来做比喻 人疑心很重 就称为狐狸 这个事情 是四十真相 肯定是四十 我们要怀疑 那就错了 因此 我们齐心动念 常常想想 这事情该不该做 这念头该不该起 这个话该不该说 这是修行人 他能够提得起自己的警觉 齐心动念 也语造作 总得要想想 于自己 有没有好处 于别人 有没有好处 于社会大众 有没有好处 总要把社会大众摆在地 自己摆在其次 这样就对了 再深入一点去想 于现在这个时代 有没有好处 于将来的时代 你才真正懂得修善啊 如果与现前有好处 与将来没有好处 这个事情 我们要慎重考虑 念头不能随便动 话不能随便讲 事不敢随便做 古艳语里面常讲 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忘恩负义 顺人利己的事情 决定不可以干 对自己决定 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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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审查 也就是不谜 也就是不谜 不为邪说所谜 不为物欲说谜 这个人头脑就清醒 真诚 深信 因果报应的 事实 与理论 在现代的社会 我们知道 事出事法里头 无比殊胜的功德 读圣仙书 传承圣仙的教会 这是无比的殊胜 第一等的福德 如果自己有智慧 可以把这个福德 转变成无量功德 但是 现代世间人迷得多啊 我刚才来 物凭法师给我一张报纸给我看 基督教的学校 后继无人 现在 年轻人 不肯说了 不愿意 从事于这个行业了 这是什么原因 当然原因很多 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学术跟物语啊 蒙蔽了 年轻人的心 社会大众 把宗教看成迷信 年轻的知识分子 谁愿意搞迷信的行业呢 跟一般同学朋友 见面呢 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 这样一来 圣贤教诲也能不衰呢 这个事情严重啊 要教啊 要好好的教啊 只有真正觉悟了 明白了 才晓得这个工作之伟大 世人皆迷啊 你独行呢 你清醒呢 要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人呢 迷惑颠倒容易把事情做错 容易感到来灾难